歡迎大家來到今集第二節的《趕馬好席幫》 上一節我們就講了肥佬他們那個... 香港漫畫三出面 對,格子的一個畫展 希望大家到時在不同的日子都可以支持一下 回到這一節我們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很重要的 道歉 由於上一集我回不來 當然要先道歉 然後九叔就... 夠暗 失言一時間就說彩色的漫畫之外在香港見到 其實未晚都見到的 這個也是一個錯誤,很對不起 然後上一集的《666》就被我道了一萬幾一鎊 你道了,添歌呢 添開心的,我都是看我本兄弟的作家 聽到可以想說一些,明白嗎 也很對不起,道歉很重要 也是剛才買麥當勞沒有買大家的那份,很對不起 是的,我們今集的...第二隻呢,我們就... 講了Youtube沒有? 講了,上一節講了 對,上一節講了 趨勞就講好多都是講新鷹 新鷹的好消息 待會兒洞費就知道了 待會兒洞費會講的嘛 對 對,那... 講一下講晚,很久沒有講 講一下搞一下搞一下 Passion Prime那個半年期差不多到 月七還是月九好像 哇,糟了,阿星啊 買了480元 半年的? 現在好像是1880元半年了吧 不記得了 還是180元個月呢 總之它是貴很多的 我是Early Bird來的嘛 Early Bird是三個半價的 我是Early Bird來的嘛 Netflix 都是這麼長的 Netflix就是九十幾元個月 對,有四個人加 對,有四個人加 二十多元 不是,它是四個帳戶,它不是四個人的 不是,它是... 那你四個帳戶就分開四個帳戶 我們現在就是一個帳戶九個帳戶 對,一個帳戶有很多人看的 對,那... 那... 今集呢,就... 你們有看李大... 海啊? 是不是李大海啊? 哪個李大海啊? 金蒙空 金蒙空,李大任 李大任,對,李大任 有沒有看? 有,那...終於... 到了一百三十幾回 其實... 一百三十幾回其實不太多 八...八三...二十四 一千頁左右 那... 就去到這個... 終於看到金蒙空的出場了 就是因為李大任去看人家打拳 那當年打拗他... 打拗到他父親殘廢的那個金蒙空 就... 還猜嗎? 就... 還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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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任就覺得很不服氣 你身為一個金蒙空 你竟然打假拳 在台下吵架啊 仲差 但是... 仲差不懂聽廣東話 當然仲差不懂他被人吵架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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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仲差知道他吵架他 所以仲差就認真一點點 就打贏了那個武打巨星 那... 令到... 就是... 李大任見識到其實金蒙空 到底的實力是有多強勁啦 那... 然後李大任最新的劇情就說到 他就過了去泰國 就一個... 好像兩個星期或一個月的短期交流 就過去學拳的根拳館 然後發覺那邊的年輕人 原來... 一個十五六歲的小朋友 原來他五歲開始已經是做一些 很正統的泰拳訓練 這樣令到他覺得自己 是遠遠不足的 而... 在泰國人的眼中 過來香港學泰拳的這幫人呢 是在打這個叫做泰子拳 就是... 其實... 泰國人因為比較... 相對上比較窮 他們是來陪泰子打拳的 這幫人... 他們是過來享樂的 他們在做的是體驗 而不是真正的泰拳 哪怕你覺得自己已經豁盡全力了 但是在泰國人眼中都是這樣 暫時的故事是去到這些位置的 還有什麼發展呢 暫時還未知 那有沒有高級的那些呢 收錢高級的那些呢 好像是高級的那些 還是高級的那些 還是高級的那些 高級的那些 是最低的那些 總之升了一格 那... 那最近沒有人付錢了 那... 那...我不知道啦 不是啊 我覺得他夠吹的 當然是 因為他的系統沒有正式公佈過嘛 他大致上都是... 用回這個... 就是故事正式的推進 我覺得這個... 時間又不算說很長的 就是沒有特別拖理 要很長時間去... 去... 整勁啊李大人 反而是應該真的要給他機會成長 是 反而其實我覺得 這套東西現在有趣的地方 是李大人跟他爸爸之間的關係有些改變 因為他爸爸輸了拳 殘廢了之後 他父子之間其實是有一層隔膜的 他爸爸也不讓他接觸武學 然後他發現原來他爸爸還有教人詠春 在教一個他們從小到大都認識的一個隔離屋的依依學詠春 咦 李大人的爸爸是認識的 李大人的爸爸教隔離屋的依依詠春 是啊 是啊 那麼李大人也去學詠春 到底怎麼把詠春和泰拳遊合 那麼... 李大人的爸爸說這件事情可能... 即是叫泰春 是啊 或者叫什麼 榮泰 榮拳 叫他可以研究一下 到底這方面會不會有些特別呢 暫時都不知道 我覺得其實那個推進是有點慢的 還有... 雖然牛佬他說... 因為他之前找了一個編劇班的人過來跟他一起做劇本 所以故事的走向有點不同了 那他說新來的那個編劇一來到就... 提出就說要多加幾個新角色 所以一下子是彈多兩三個角色出來的 我... 那時候李大人是很不重要的 那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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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在他們的角度是你的網絡有問題啊 我都嘗試過去... 不是 我保證不是 因為我開都是這樣 會不會你們用同一個網絡呢 不會 有考慮過是不是我的電話系的網絡差死窮鬼 不是...是你那個人系 所以我作出不同的嘗試 包括Facebook啦 YouTube啦 NBA Live的直播啦 大致神都是純相看到的 唯獨是Passion Prime呢 是... 有了無雄的期待啊 我知道啦 下一波的計劃 Passion Prime Prime 快點的 Passion Prime Plus Passion Prime Plus 快點的 網速 是 PVT 是啊 那有幾個可能性啦 第一就是... 因為真的很多人看 搶慢了這個伺服器 第二就是它Chip High 第二就是Chip High用了一個High伺服器 大家猜猜是誰 或者兩個是第一個啦 怎麼想啊 我都想不到 為什麼你會想到第二個可能性 哪有可能呢 一定是那些讀者太多人看 所以... 其實這樣也不單 其實他們的伺服器的抗壓力很厲害 我以為上班看的時候 都是看到無端端突然 突然突然 得一片蝦星什麼都沒有 混不出 嘩 那真的很多人看 很多人看 那真的... 這些要無敵神區才可以解答 哈哈哈哈 另一個問題就是 它的兵器仍然解決不了的事情 很有趣 因為它有些舊的 那時候熱血少年的漫畫 放上去 那些是頁慢 那你譬如那一回有八頁 那你按左右就可以 全部飛到八頁 慢慢按 按到第八頁 你再按一下戰狀 它會跟你說 你看完這一畫 是否要跳到下一頁 下一張的 那你按 它會自己幫你 下一張的 是這樣的 調慢反而不會的 調慢你永遠都在右上角交叉了它 選下一回 真的很難煩啊 它這個控制 因為我想大家如果有看過調慢 或者 就算你用手機看老翻漫畫 都好 大家都會明白 你向上在那邊掃掃掃掃那種 那種爽快 特別調慢 如果它連開格方法都變成這樣 調覆漫畫 你掃著掃著 停不到那種感覺是... 就是給公奇晉說你們這幫人好像打飛機 是 而... Fashion Prime是... 你看到一半 你就要關掉它 然後再按過 那種感覺很不方便 這個東西我們從Day1講這個時候已經提過 是 我有想過它會不會在這段時間做一些更改upgrade 就是你剛剛推出的時候 總有不足的 但是... 我們等了... 四個月 四個月 你有沒有反應過啊 向他們直接 那有沒有 那就是啊 他們不知道嘛 他們不聽我們 是... 是... 那我不知道其他有看的讀者有沒有反應過 或者他們覺不覺得有問題 沒有啊 如果不是應該反映了 有人 所以這個是... 我對它有platform兩個不滿的地方 所以令到我覺得 就算你金黃胸 我就這樣儲存一次過看 沒有一個比較流暢和快速的網絡呢 我都是會看得比較辛苦 是啊 都是... 其實是很困難 就是... 看得是相當之辛苦 而我也是... 就是... 不算特別很喜歡這個platform 它做的那個... 尤其是那個時間 真的慢得很緊要 看得很辛苦 不過... 就是... 講起牛腦 那我們跳去講下一本PASSION PRIME之前 我很想... 很想講回... 一件事的 那就是... 阿南哥呢 在上次吵詭的時候呢 就走去跟阿... 指著阿韓濱說 你都黏兩線的 大東你殺的嗎 是 大東不是你殺 大東是阿... 阿刀仔琴 還是阿刀仔華殺的嘛 是 你有沒有看白戰華當年啊 白戰華當年是大東... 韓濱殺大東的嘛 段首詩都作出來咯 是 那怎麼會有個假啊 不是... 所以為什麼我自己覺得... 南哥是真的因為... 韓濱說了就是說 他殺了大東 所以臨時臨急要堅困到... 他沒有殺鬼 我覺得這個是堅困來的 雖然可能我真的這麼想 第一... 本身你們已經在巡視非法活動了 你... 你竟然擔心你 其一啦 其二... 你陳侯南這樣想 跟你說出來的理由是否合理 是兩件事來的嘛 你說出來的理由不合理 其他不知情的人 就覺得不合理 此其二 此其三 這些活動 你就不要帶個鬼頭仔去啦 按鈎的 是啊 他帶鴻兒和豹姨去按鈎的 那... 那你只是為了... 你明不明白 你... 現在我們找到一個答案 去自圓其書一個按鈎的行為 但是... 結果引發更多按鈎的行為 是... 是... 這些不是叫自圓其書 你不用特意提這件事的嘛 你不需要... 那是漢斌提的 不是啊... 那個問題是... 那你不用特意要... 調查到去講有沒有功勞 因為你有沒有功勞 很自然就會談及到這件事嘛 就算有... 你陳侯南講到... 其他人只會覺得是按鈎而不支持他 是啊... 所以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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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會有一段長時間會少一點回來的 因為... 那... 那... 那我們都衷心承希望小朋友快高長大 我們想不想學其他平台這樣 課金是嗎 叫他們 課金 那我們抽36%奶粉錢 瘋狂的 我們剩下35%給他 問題是 阿新鷹生女 為什麼要抽30%給你奶粉錢 你理得我們而已 那你手續費都要的嘛 你喝奶粉的嗎 你會知道他不喝 是啊 這麼瘋狂 就是現在沒得喝所以這麼瘋狂 全夠他啦你 全夠他 我不會喝奶粉 我不會喝奶粉 吃糟糕 要給你奶粉籌給你 快睡吧 藍哥為什麼要被他哄自己踩啊 OK 那我們回來了 講完阿翔幫 第二節的下半部分 其實我想說 這個 給我記住香港 就是阿堪和賢某的一個作品 看了二十期的中間他脫了一點點 但是老實說這一部作品呢 是 是真的越看越 陳浩嵐的級數 不是 你說陳浩嵐的級數 不是啊 越看越像今天阿虎兒打 上期阿虎兒刮夠石機的那個級數 就是不行的那個級數 我們都曾經提過阿堪的人 肢體動作 尤其在運動上的肢體動作很差 事實上直到二十幾期之後 二十話之後呢 都是沒有改過 就是譬如在他的運動的動作 你怎麼想到 一個足球員有對方來剷球 剷完你的球之後 你是會做Super Hero Landing的呢 他本身跳起的動作也很奇怪 因為一般足球員 如果我們看到他跳起是避開 當然我們現實中看的那些很快 漫畫會是定格啦 但是我們跳起來 你會看到足球員 不會是整個人伸展了 不會是伸直 他反而是捲起了一個人的 應該要 正常一個運動員 在運動的過程 是很少可是完全崩直過人的 因為你變得沒有彈性嘛 是啊 試浪也不會 他應該是反地三級 完全伸展 可能是頂球的時候 你完全伸展 那一下就是因為你已經弓了頸 你現在是彈出去 然後他做Super Hero Landing 其實他跳起 和那個人撐過來的那個位置 他的膝蓋應該一下就撞下去 就是鞋底踩下去 應該是直紅的 哈哈哈哈 這樣就吸我站在香港 當然他很慘 他成功跳過了 我做了Super Hero Landing 而有趣的地方 是球在他身後面 哈哈哈哈 那就是個人過了一個球 重點是他做不做Super Hero Landing 而不是那個球 很奇怪 這樣才吸我記得到香港 哈哈 香港這球員那麼窄 哈哈哈哈 就是很奇怪 他在這些畫面 對於整個運動的場面 動作 動態是做得很奇怪 另外球場的空間感 我很記得有一球就是 他類似是射球 然後就被人擋 Block了進攻方右手邊的角球旗 他就很辛苦 在那裡救回球進來 下一格他就在禁區左邊頂 斬個球進去 我看著怎樣連接這兩格 底線傳底 底線傳底 你都是由左邊底線傳去右邊 右邊底線傳去左邊的禁區頂 你不會在左邊的禁區頂 你本身已經在右邊過球旗了 很奇怪的那些位置 你會看到他 或者有時候會看到 他已經被迫到在邊線 他在跑的時候 你會看到他的右手邊的邊線 應該在右線向前進攻 但是他在跑的時候 他突然會在左邊 或者他會向右邊繼續跑 他會出界的 正所謂瞬間移動的東西 可能會沒有空術 我想對球場的空間感的掌握是困難的 畢竟高橋人說了這麼多年 對空間感的掌握都有點奇怪 人跟龍門的比例 其實如果說球場空間感的漫畫 就還可以的 你不要說新的那些 一直說 高橋人的空間感問題是動畫 動畫又不關高橋人的事 漫畫的比例也很奇怪 我記得Roll to 2002 他斬角球的時候 龍門是守門員的九倍 正常你攤大手 你可能橫而幾步就可以擋得了 但龍門是你真的要跑一百米才能碰的 但高橋人起碼在球場的邊線位 中線位的掌握是沒有錯的 我不知道關這個是不是有編輯鬥的問題 因為傳說中高橋人不是很懂足球 特別是剛開始說足球小將的時候 我想他現在應該了解多了很多 而阿坎到底是不是沒有人去提醒他這些位置 阿坎明顯說過他對足球的了解是不多的 我覺得這個位置到底有沒有一個編輯 或者可能是閻某是原作 有沒有人去鬥他 當然我理解的是閻某暫時還身在獄中 我想是這樣的 你很難要求閻某說得很仔細 關於每一個足球的動作應該要怎樣 這些其實應該是漫畫家的工作 不應該是編劇的責任 然後你要去畫出他的形態、動靜、球場大勢 諸如此類的根本就是漫畫家的工作 好啦 但是你說故事是不是都完全沒問題呢 我覺得都不是的 不過如果說起阿坎那些話 我想其實最重要是很多類 很多時候的運作都是很差 就是I mean 很嚴格這樣說 我會說 如果你說給我知 這個是一個想收錢的作品 我覺得這個是未達水平 這個是一個未達水平可以收錢的作品 還有我想二十回其實是二十幾個星期 因為他中間可能脫掉了一點 說長不長說短不短 但是暫時都沒看到阿坎有什麼很大的改變 進步 其實有點失望 還有 很認真地這樣說 現在故事裡面有一個公關 阿比加爾 然後一個貧真公關 剛剛有小雷的新作 中二少女的新作經 金蒙空 還有吸我記住香港 如果以技術來說 阿坎根本完全不是水平 是 我看五個故事裡面 你就會發現阿坎的水準 真的差得不得了 在這五個來說 是 如果連你做運動 慢慢的連肢體動作都寫得不好 其實你應該不應該畫這個 至於閻某的故事 吸我記住香港 其實他為什麼會吸我記住香港 我想其實很能夠寫出他自己現在的心情 他作為一個當日有份參與 在不同的社會運動裡面 我想他入獄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初二 無彈革命 他對香港政府 或者整個香港社會的看法 當然很不一樣 故事就說其實那個男主角 就是戴上眼鏡 護目鏡的那個男主角 他就是因為 在這兩次的示威裡面 接著受了重傷 眼睛弄傷 他看醫生的時候 看到有一張世界盃 捧起世界盃的冠軍隊的照片 那個是馬圖斯 他就問這裡是哪一隊 醫生就說這裡是西德隊 為什麼要回答他西德隊 為什麼他不是叫德國隊 就是因為他成功地 令世人以西德之名 去記得這個地方 是哪年的世界盃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1986 那時候他真的還叫西德 不是不是不是 是86還是已經是90 90就只有國隊了 我忘記了 因為86世界盃好像是 86好像是西德 應該是西德 因為82才是阿根廷 忘記了這個要檢查 總之他們被認為是 故事是這樣說 無論如何 於是那個男主角就說 原來這個世界上 香港已經不再是我熟悉的香港了 但我也希望做一件事 可以像西德隊那樣 而令到那些人 會記得香港這個地方 用香港之名去記得香港這個地方 所以長波為何對日本隊的時候 要做一個動作呢 就是做一件事 就是他一個人扭過 全隊的日本球員 然後射入籠 以一個這麼經典的入球 他令人記住 香港原來都是 有一個特別的時刻 他的概念是這樣 你可以挑戰他的 因為這個是賢某的想法 他這樣的想法 是不是成熟 或者對歷史 是不是真的掌握得很好 好像剛才阿天所說的 他那時候真的叫西德 這樣就叫西德 他講的意思是 為何那些人會還記住西德 而不是 因為當年贏的那個 那個國家叫西德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那就是要贏 他要做一件 令人記得贏的事 才會令人記得 如果他是第二的話 沒有人會記得 那年他們叫西德 以後都不會再有西德 他的想法是這樣 沒有一個Ping Point 可以插下去 這個就是西德最光榮的時間 他要做一個香港最光榮的時間 那他的做法是什麼 就是打架球 補充一下 54年 74年 和90年 90年 86年是阿根廷 是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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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二應該是意大利 如果沒有記錯 是阿根廷 我覺得這種想法有點奇怪 不過讓我組織一下 那他的做法是什麼呢 就是 你們那群人打架球 香港那群球員都打架球 平時 因為他講到港超很有錢 國際企業要注資 港超 然後港超成為了世界上最多人 最強的足球 你當英超 已經取代了 取代了歐洲聯賽 但因為他們是被人用來賭球 以及用來玩賽技 所以裏面的人根本上是打架球 然後那群香港的球員 因為不夠水平 所以都抖下去 踢一些月餅丁組 諸如此類 平時都不夠錢 所以只能夠打架球為生 如果是這樣的話 即是說 現在全香港 打職業足球聯賽 那群人 全部應該要打架球 因為他們本身都不夠錢 賺錢 於是這個男主角 我忘了他叫什麼名字 黃還是黃艷 黃艷 就當是 他就說 你給我三分鐘 我給你們一百萬 你這三分鐘之內 就幫我 限制著部分日本隊的成員 讓他們不可以動 然後我就扭過其他日本隊的成員 射入這一球 最後不行的 結果是做不到的 原因不特別講 可能之後再吐槽的時候 才再提 但今集不講 因為時間不多 問題是 足球就不是籃籃球 足球球員是不可以單擋其他球員 你不讓人動的 你是做不到的 還有你要記住別人 你要讓人記住香港的方法 就是要記住香港隊打架球 打架球本身是一件犯法的事 你賭球是合法 但是打架球是犯法的 如果你是想令人記住 香港是一件好的事 從此 即使香港以後已經變成 中國第一特別行政區都好 幸好沒有香港這個名字 你都不要找一件醜事 讓人記住你 如果這樣 要找15個人去拿牌就可以了 我最初以為他拿了八萬 是擺他三分鐘 你三分鐘就認真 認真一點 我最初以為是用的 我最初以為是用的 但我看不明白 為何收了錢 大家好像不用做事 這樣派錢來做什麼 我覺得他剛才的想法有一點點 又不是說扭曲了 我覺得他理會 那種感覺好像是說兩件事 因為說回西德的個案就是 西德是 那些人是會記住西德隊 但問題是對德國人來說 或者是對西德人來說 是對西德人來說 他們不覺得自己是被消滅了 因為其實所謂兩德統一 都很光明的事 或者現實來說 其實根本就是西德吞併了東德 他們是沒有消失的 而相反的 其實你說這個案子 他是說 已經香港沒有了 你想做一些事情 讓人家記住 我覺得那種 是 類比不重複 所以我說你可以挑戰他 那種感覺是 得罪些說的就是 德國人是不是 即西德是不太關心 因為他在最後還是 還存在 而他們是勝利科 如果你是說東德 如果你是東德發生一件這樣的事 可能類比感會比較重 是的 即是如果是東德 雖然沒有發生過 就是贏了不知哪一年世界盃 那些人說回 很多年之後說回 原來那年贏的還是東德 然後你再類比 都更可能我會明白 你什麼意思 但問題就是西德是個勝利者 或者你反過來 譬如如果沒有東德 可不可以用蘇聯來形容呢 最少我們現在還會說蘇聯 蘇聯曾幾何時 是世界第一強國之一 那不會沒有人忘記蘇聯 因為他曾經是勝利者 那我想他想要的這個概念 但他類比錯了 所以 我覺得這個就是 嚴某的那個 那個歷史觀和世界視野不夠 而且他很受他自己 或者他有些經歷所說的就是 我情願他好像冰芝剛才說 大家認真一點 踢一場 好球讓大家記住 而不是覺得自己扭過 十一個人是 就是令人記住 九個交情的傳算 你只是一個 你扭完會死 你只是那種感覺 只是你想自己做英雄去 你沒有想過改變任何事 是啊 這個是 這個是我對 很熱血公民啊 我看完之後 我覺得整個角色 我想的就是 這個概念最大的問題 出在什麼呢 就是我已經不再打算拯救這個地方 而且其他人都一定是混蛋來的 唯獨是我繼續愛香港的 所以不是很熱血公民 所以他不是在PASSION PRIME就連載 而我覺得其實這個 剛才你說了他的概念上面 有些問題 而我覺得他更加大問題的是 他後續 剛才曼記提過 為什麼最後做不到 他的賽事是有某些問題 令到下半場需要重賽 而更大的問題是 他們本身未重賽之前的那個比賽 是閉門作賽 是沒有人知道的 那件事 而他是世界杯外圍賽 世界杯外圍賽 能否閉門作賽 是可以的 可以的 因為那時候就說 香港人再聽國歌的話 是會有機會閉門作賽的 所以是有這個可能性 但是對於我來說 我很難接受 不可以的 其實閉門作賽是很常發生的懲罰 來的 所以我又不覺得很大的問題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是閉門作賽 你又沒有人拍下的話 那你那件事就行不通 你整個計劃本身行不通 對於一個這麼閉門的環境 去做一件事 令人記得香港 很貌困那件事 因為我入了日本隊一球 1比0 因為他是最後的三分鐘法律 那我1比0贏了你 香港也贏了日本隊 的確會被基於視察之中 但問題是 你只是一場世界杯外圍賽 三個月後都沒什麼人記得的 是啊 因為太 minor 我想 這個真的很能夠 很能夠 我作為一個interpretator 我會這樣想的 其實我的想法跟一個團隊很相似 就是 很熱血公民的方式 的想法就是 我不管 這件事有沒有人知道 其他人一定是混蛋 我自己做了 我自己是英雄 我贏 我是英雄 那我就拯救世界了 是啊 他沒有打算拯救世界 在他的眼中就是 好像英雄了 對 英雄了 即是J了 J了就行 射了出來就算了 射到地射到海 沒所謂 通常都射到海 球場射到地 那以後怎麼剷球 那就是容易剷球 滑一點 那些迫順少了 其實他不是上水位的結射 他站在結射 那就是足球場變流冰場 是啊 你看到他真的 很有他們的思維 那種跳躍的思考方法 延續到後面 第二位主角 我們不說了 真的留下一次 這位主角 知道現在的劇情做了些什麼 他進了醫院 為什麼呢 原來他一個人扭過整個日本隊的時候 他的腰是被人砍一刀的 而為什麼他的腰是被人砍一刀的 和一個主角 不是 他指的是另一個主角 搜門員 哦 即是砍一刀不是被人砍一刀 是啊 就是說了 我講回同一個主角 就是不講第二個主角 講回第一個主角 他扭過日本隊11個球員的時候 他會被人砍一刀在腰上 而為什麼會被人砍一刀呢 他會和人打架 他打贏了那群人 就要那群人幫他在財政中借100萬出來 我看著做什麼 我完全不明白 你幾次都砍了我之後 因為砍了我 你要幫我借錢 什麼事啊 我看著哪一人 有些那麼好 社會 砍傷了你 然後外交外 幫你借錢 什麼東西 那些社會是 求他 你還錢 你還錢 我們會死 什麼 做什麼 很像什麼 一蚊雞的目標 各各 哦 說說 不敢這樣搞 進去搞 周外國 怎麼說呢 這一套作品 因為他本來的政治意識很強 但是你就會看到那種偏執 和那種 那種俠藝 反而是一種俠藝 其實如果你可以寫得 灰宏一點 和我記住香港的 其實不需要說 就是 拿上一杯冠軍 你入到決賽州都很厲害 就是 就是 做人 得罪點說 如果這個是能夠代表你的組織 或者你幹的想法 你都只是幾乎無大致 就是 恕我直言 因為他就是覺得沒得救 但是 反過來這樣說 因為 譬如 如果我們用回他的概念 他的邏輯去說 德國做了一件很偉大的 即西德隊做了一件很偉大的事 是 因為他被強行分裂了 然後他最後成為 即以德國的大量的資源 然後他 他建成了 譬如拿到一杯冠軍之旅 如果是90年的話 他們是不是還是叫西德 我查過 去到90年10月 西德 好了 Anyway 但是問題就是 因為西德不只是因為 拿那個世界杯才被人記得 西德是因為 異戰之後 被人這樣分割完之後 他變成歐洲其中一個國家 而被人記得 你跟別人說 你知道哪裏是西德嗎 他不會說 哦 1991年我全都搬了隊 沒有人這樣想 香港也不會因為 哦 為什麼你會記得香港 因為有時候有扭過 10個日本隊 射給他 如果你想說歷史流氓 也是一些比較重要的記錄 而不是有個人扭 即是 是對球的記錄 而不是你個人的記錄 他撈亂了這件事 你明白嗎 因為他就是代表 他的想法就是 下輩度只是我代表香港 那我覺得你是一種 就是 一種幾無能的誓大 即是 Hitting error 我覺得這個概念有賽在系 一件這麼低成本 一件這麼低成本的事 只是 你在世界杯外圍賽 外圍賽 還要是 你入了一球 閉門 入了一球很精彩的球 而你覺得會因為你個人 而人們會記住香港 這個是他的想法 即是代表什麼 第一 你覺得你的人可以代表香港 是一個很自大的想法 但你的目標是何其那麼低的 即是 這種反差 我覺得 阿里巴人也挺有趣的 其實在足球是一個很 即是我的理解 足球真的是一個很 很個人主義的遊戲 你想想大家都會記得 有一個球員 用六十多馬 凹死了一個守門員 那個叫碧咸 當然大家都知道他要踢曼聯 但你記得這一球的時候 你記得碧咸 是啊 你不會因為他 咦 他是一個英格蘭 比利扭過十一個人 射入那一球 你記得那個是比利 不是巴西 即是馬拉丹那球神技 扭過五個英格蘭的球員 我以為你說過 再加上帝之手 你還是記得馬拉丹那球 是記得阿根廷 而是他為阿根廷贏了世界盃 而不是他等於阿根廷贏了世界盃 不是這樣想的 所以我覺得 當然對於我來說 嚴某是一個小朋友 年紀可能有這麼長 我不確定 因為我不知道 我想他二十多歲 但這位年輕人 他事實上 在他這個作品 如果確確實實 可以反映到他的想法的話 那他真的很窄 真的很窄 然後再加上阿根的 不成熟的畫記的話 很難看 其實真的有點難看 整個組合都沒得輸 必到留有 其實他有一百萬收買 自己的球員 他攔著 為何不拿一百萬收買 日本隊讓他入一球 我都不明白 這件事 日本仔不欺負你的錢 那你不就被人賺多 掉到一百萬 那麼容易借錢 對不對 所以 這個作品真是 打開眼界 我不知道 因為其實 牛佬或者黃陽達 到底有沒有幫助過這些後輩 我是很有疑問的 你猜呢 你猜呢 給他答案來 我覺得如果去到這個地步 就應該是沒有了 如果有的話 可能更加差 那他真的沒有盡全力 那些畫 不要說之前足球 都現在最新的那幾話 說他去酒吧 打架 含著酒去噴人的 然後就灑水 那些水呢 基本上是用一條直線滑滑 就像有梯形 那就是了 好像韓式那些 Edmond 都有的 Edmond 有一個鑽石 這樣 他口噴出來 那口噴出來 太光噴了 那可能是Crazy Diamond 但我覺得問題是 是不是應該要有編輯這個位置 去鬥一鬥這幫新人 誰做啊 那個問題是 收不收錢的 抽不抽成的 那個問題是 當 不是 你做錯了事情 就會扣薪 你一個 就是 概念很熱血的作者 而你的編輯當然也是熱血的 走出來 你不會看得出來 那些問題 剛剛一個人扭過了 就代表香港 很棒 葉宗明很棒 concept我也算了 concept我也算了 即是 有種編輯鬥著 高橋人也能挖到 阿聖灘仔 站在門尾頂扮耶穌 我都可以算夠數 可能是 編輯要求 起碼你踢過我真的是足球 我真的查過 琴上門尾頂是紅牌的 琴上門尾頂 是他會吹雞的 是紅牌的 直紅的 所以是 這套作品真的大開眼界到 不是 你真的 撿好一點才會再出 我真的覺得 或者看看 真的有沒有可能 怎樣找到人鬥 會一直怎樣 因為他擺在其他 他身邊有幾套作品 一擺在一起 真的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我們不問其他那幾套 那些內容 怎麼樣好不好 但結了一些畫 你擺在一起 嘩 看看門小雷那個 最新的年齡 你不要說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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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進去的那麼多套 那些畫 我不斷按下去看 沒有看過內容 這個是 他是特別藥的 我接受不到那些鑽石型的水 鑽石水 鑽石水 很受歡迎 能量水 酒吧 酒吧當然是買這些的 那 Anyway 我們的看法是 都 希望阿堪會進步改善 畢竟我們 都是想看好好的作品 沒有人告訴他 根本就 他又不覺得有問題 你說他是不是不覺得自己有問題 我猜未必 不過我想他真的沒有 沒有怎樣著意去調整 因為譬如 我第一二話 其實我已經有寫過一段很短的簡介 就是講我對偏野的看法 他有覆過我的 他說 都大概知道自己在畫身體那裏 是比較弱一些 但是 怎麼說呢 就是 他怎樣擺時間去嘗試 令到自己在這方面進步 我不知道 但是 好像剛才Sunny所說的 你收錢的嘛 那班人 應該要有個人可以幫一下他 但是 當然 不知道怎麼抽 誰做呢 編輯這個角色 你一做要收錢的 是不是 我知道我的想法很理想的 但是其實我看著 牛佬經常在顧客仔提起 Passion Palm這個平台有多麼重要 是廣漫的救命稻草 新人發表他們作品的機會 what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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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是否沒有任何人可以幫到他們呢 應該沒有 應該都抽了那些人去做這三本書 很誇張 Anyway 今天就講完小姐幫到這裡為止 稍後回來我們有動漫廢物 今晚的動漫廢物 我們講的是GS美神 待會再見 拜拜 1 1 2 2 2 3 4 4 2